安情多盛 只有這樣 才足夠無表白 是那都要愛 不哭 但微笑不痛快 宇宙為年星海災 歡迎來到呀呀學堂 1.0 其實唱歌最基本是什麼呢? 嗯嗯嗯嗯嗯嗯嗯 如果那兩個字沒有戰鬥 我不會發現我難受 沒錯啦 就是音準 其實什麼是音準呢? 是不是要唱得跟原唱一模一樣 那就叫是音準呢? 當然不是啦 音準就是當你唱歌的時候 你把聲音和音樂聽起來 是夾的 是舒服的 是不會覺得怪怪的 那就是好的音準啦 那怎麼可以improve 改進你的音準呢? 第一 你的耳朵要好厲害呀 當你聽一首歌的時候 你一定要重複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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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複 當你對一首歌很熟悉的時候 你對它的音準會特別好 其次 你的耳朵一定要聽清楚 聽清楚伴奏啊 不是 你有你唱 他有他彈 這樣就會 不合氣啦 原來你 什麼都不想要 我不要你的耳朵 你的玫瑰 只要你好好久就愛我一遍 就算虛榮也好 貪心也好 哪個男人對愛 不只是不失望 我不要你的承諾 不要你的永遠 只要你真真切切愛我一遍 第二就是調Key 其實有些人很堅持一定要唱原唱的Key 其實這樣是很辛苦的 因為每一個人的音域都不一樣 所以有些歌如果你不調Key的話 真的會唱到斷氣的 是樂都要愛 不靈離禁止不痛快 感情多善 只有這樣 才足夠表白 是樂都要愛 不哭到微笑不痛快 宇宙未念心還在 當你調Key跳到適合你的時候 那你就會唱得很舒服 自然地你的音準就會更加好 有些人說你把高音的歌拉低來唱 其實的確是沒那麼powerful 還有張力是沒那麼強的 但都好過你走音了吧 哇 火再燒 燒成會有多好 叫十年不要吵 我相信我已經快要 快要把你忘掉 更寂寞再和好 大三 就是改編了 要一些歌無論你怎樣去調Key 調低去低音太低 調高去高音太高 所以唯一的方法 就是和原唱唱得不一樣 低音的部分唱高去 高音的部分唱低去 這樣不單止你不會走音 還會加分 因為要和原唱唱得不一樣 對 無論唱唱得不一樣 見到現在 多艱辣 那麼多 The world may change my whole life through But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希望这些提示可以帮到大家改进你的音准 多谢收看一一学堂1.0 拜拜